慈禧太后,这位清朝末年的权力巅峰人物,一度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危机,当他在逃亡时向乔家求助,要求借款十万两黄金,乔治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,然而乔治庸所提出的回报要求,却令人费解至极,慈禧与乔家之间的这笔交易背后,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和秘密,为何慈禧答应了这个条件? 乔治庸的要求又何以令人如此困惑?这段显为人知的历史背后,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故事呢?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清朝末年,天朝上国一度陷入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。 在这段风云变换的历史中,一段关于慈禧太后和晋商乔家的故事脱颖而出,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借贷的简单故事,更是一个关于智慧,谨慎以及品德的传奇。 一九零零年,北京的夏日炙热,天空如同被火烧过一般,从远处传来的铁蹄上,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,这是八国联军,有英、法、德、美、日、俄、义。 澳组成的强大军队正向着紫禁城逼近,他们的目的明确而残酷,要求清政府接受辛丑条约的苛刻条件,否则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。 紫禁城内,慈禧太后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危机,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无助,慈禧太后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的威胁,曾凭借铁外手段统治大清的她, 现在却发现自己的权力在外敌的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,慈禧坐在冷清的宫殿中,眼前似乎浮现出清朝灭亡的景象,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, 这种感觉不仅来自外敌的压力,也来自于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担忧,在这种恐慌中,慈禧太后并未失去理智,她快速召集了大臣们商议对策,面对这场危机。 慈禧太后决定采取最极端的措施,西桃,她知道,这是保全自己和清世最后的机会,慈禧太后的西桃决定令整个宫廷陷入紧张的准备中,宫内的太监和宫女们忙着打包, 他们将慈禧太后平日里真爱的珠宝,金银器皿,各种衣物和其他贵重物品仔细包裹好,同时,慈禧还特别只是要带上几件她特别钟爱的字画和书籍, 以及用于祭祀的神位,对车马的准备尤为重要,慈禧太后命令,必须选用快速而稳健的马体, 以及兼顾舒适的马车,宫廷内的马夫们日夜兼程的检查每一辆马车, 确保他们在长途跋涉中不会出现问题,在粮食和日用品的准备上,慈禧也下了极大的功夫, 他要求准备充足的粮食,包括米、面、干肉和腌菜,以及必要的烹饪用具, 此外,还有为期数月的旅途准备的床路、备注和日常生活用品, 慈禧还特意召见了几位亲信大臣,商讨逃亡的具体路线和计划, 这些大臣中,有的是老练的政治家,有的是军事谋略高手, 他们围坐在慈禧太后的预案前,紧张地研究着地图, 讨论着每一种可能的路线和方案,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路途的安全性, 还有如何在途中保持攻击,以及如何避免被追赶的可能性, 商讨中有一条路线逐渐成为了众人的共识, 那就是经由山西,途经陕西,最终抵达西安, 这条路线被认为相对安全,且在途中有可靠的攻击点, 在那个时代,山西和陕西都有大量的进商, 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影响力,能为逃亡提供必要的帮助, 经过慎重的讨论,这条逃亡路线最终被定下, 在混乱与紧张中,慈禧和他的随从开始了长达数月的逃亡之旅, 这次西逃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迁移, 更是清王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 慈禧太后在逃亡过程中,资金短缺成为了一大难题, 原本庞大的皇室财富在长途跋涉和战乱中急剧减少, 慈禧太后不得不寻找外部资助, 而她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山西的乔家身上, 乔家作为进商中的佼佼者, 以其深厚的财力和良好的声誉著称, 慈禧太后深知, 只有乔家才有能力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支持, 由于情势紧急, 慈禧太后没有亲自前往, 而是派遣了一位可靠的密使前往乔家, 传达了她的请求, 密使夜行隐秘, 穿越了战火纷飞的路途, 最终抵达乔家所在的地方, 乔家对于慈禧太后的请求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, 在了解了慈禧太后的具体需求后, 贾继英, 乔家的得力干家, 得知慈禧太后的需求后, 立即开始筹集资金, 她不仅捐出三千两白银, 还凭借其过人的交际能力和影响力, 说服了其他商家参与筹款, 很快, 所需的十万两白银便凑齐了, 首先, 贾继英组织了一次商界的秘密会议, 邀请了太原及周边地区的各大商号掌柜, 在会议上, 贾继英首先展现了自己的诚意, 展示了已经筹集的三千两白银, 然后她开始阐述慈禧太后的困境, 以及乔家出手相助的重要性, 她强调, 支持慈禧太后不仅是对国家的忠诚, 也是一个保护自身利益的举措, 她指出, 如果慈禧太后的逃亡失败, 那么整个清朝的局势将更加动荡, 对商界而言将是一个灾难, 贾继英还巧妙地提出, 商家的参与不仅是出于义务, 也是一个投资机会, 一旦局势稳定, 他们将会获得清政府的青睐和更多商业机会, 最终在贾继英的激情演讲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下, 许多商家被说服, 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出资, 共同筹集所需的十万两白银, 在贾继英的带领下, 这些商家共同应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, 不仅帮助了慈禧太后, 也为自己在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了一个稳定的立足点, 慈禧太后在齐县得知这一消息后, 大为高兴, 在询问乔家想要什么赏赐时, 乔家家主乔智庸的回答出乎意料, 他们不求官位或金银财宝, 只求得到慈禧的亲笔字扶重狼环, 这四个字意味着有福气的先进, 乔家的这一选择深含智慧和远见, 不仅避免了政治风险, 还巧妙的增强了乔家的声望和影响力, 慈禧回到北京后, 便派人送去了携有福重狼环四字的牌匾, 至今仍悬挂在乔家大院中, 见证了这段历史, 慈禧的亲笔字福重狼环代表了乔家对慈禧太后的尊敬, 同时也昭示了乔家的商业智慧和社会地位, 乔家没有追求短期的利益, 而是选择了一种长远的, 更为稳健的策略, 在那个时代, 一幅皇室的亲笔字远比实物赏赐更有价值, 它不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, 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, 在慈禧西陶的路上, 因太原受灾, 转到山西, 由山西前往西安, 有一必经之地, 山西齐县, 而齐县最阔绰的地主, 则为远近闻名的晋商乔家, 生意兴隆通四海, 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晋商, 作为古代中国十大商帮之首, 称雄中国商界五百载, 其抵运实力可见一半, 而作为晋商代表之一的乔家, 更是富可敌国, 自乔家首任家主乔贵发, 走西口卖豆腐, 打下一番家业, 乔家历任家主接近于商骨, 时任乔家家主的乔志雍, 得知慈禧老佛爷西陶, 将路过极限, 极具商业事业的他, 怎么能放过这个, 能与当时中国真正的掌权人交流的机会, 随即便安排慈禧一行入住乔家大院, 这乔家大院真可谓金银成堂, 罗马成群, 锦衣成套, 彩断成香, 三环成队, 珠宝成侠, 好物成台, 美食成品, 其中富贵之气, 令这一路风尘仆仆的慈禧老佛爷, 也不禁称目, 入住之后, 乔志雍更是对慈禧马首是瞻, 有何吩咐, 无不应允, 讨得慈禧一片欢心, 而乔志雍无微不至的照顾, 却让慈禧产生了新的忧虑, 辞去西安, 虽说路程过半, 但自习线前往西安, 上海有千里, 回想起前路跋山涉水, 智风沐雨, 积一顿宝一顿, 在乔家大院是穿金带银, 吃香喝辣, 可往后呢, 难道还让我堂堂一国太后, 像个乞丐一样, 逃荒到西安, 于是慈禧便萌生了以募捐富国之资向各地相申筹款的想法, 慈禧何许人也, 大清朝西太后, 权清朝也, 当时中国真正的掌权人, 太后念动, 八方官员自然是催马上前, 乔志雍又岂能错过这个机会, 大手一挥, 阔绰的出手就是十万两雪花银, 乔志雍将慈禧接至大德通票号, 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, 红筹高挂, 一片锣鼓喧天, 更是将本来英允的十万两白银增至四十万两, 慈禧大喜便询问乔志雍可有所求之事, 乔志雍却指向老佛爷求来四字, 一副贬额, 是那四字, 慈禧命山西监察史丁宝权亲手交给乔志雍, 上书四个大字扶重狼环的贬额, 但乔志雍也是在读, 在此刻风起云涌的中国大陆上, 帮助慈禧, 无异于站在了风口浪尖, 谁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会怎么样, 慈禧是否还能掌权, 大清朝国座积许, 所幸的是, 乔志雍赌赢了, 什么是扶重狼环, 是指天地藏书之处的一处福地, 狼环福地, 狼环为福地, 不是我乔家大院是福地, 而是因为您, 慈禧老佛爷住过, 所以才是福地, 只要了这四个字一复扁的乔志雍, 看似四十万两白银只买一扁, 是亏到姥姥家的买卖, 其实不然, 甚至说有无此扁都可, 花四十万两白银, 只为拍老佛爷的一个马屁, 锦上添花椅, 雪中送探南, 乔志雍这个探送得很用心, 这个马屁拍得很到位, 让西太后慈禧欠下人情, 又岂是能用金钱能衡量的, 赏赐是一次性的, 而人情却是还不完的, 乔志雍赌对了这一次的感情投资, 在日后的岁月里, 让他获得了互不三分之一财富的经营权, 加上朝廷给予的各种税赋优待, 正所谓, 事事动明皆学问, 人情恋达几文章。